单身几十年的霞智终于要结婚了 没想到居然在婚礼上抠出了新高度 还狠狠大赚了一笔 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记上一集 终于到了霞智举办婚礼这天 小新一家也盛装打扮来参加 而里面众多亲朋好友已经到此 小新都无从落脚 很快婚礼正式开始 这位主持人是霞智的多年好友 说着说着就直接跑题了 看到霞智老牛吃嫩草取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娇妻 他很是不甘心 直接一杯酒下肚一直心里愤愤不平 顿时惹得全场哈哈大笑 然而没想到的是第一次举办婚礼 抠门的侠制还是那么抠门 为了节省开支 宴请的菜品居然都是蔬菜 这时广智最害怕的那三个棘手的家伙出现了 他们是从小看着广智长大的 到了如今只要一见面就会调侃广智 小时候经常尿裤子的往事 小新都有点瞧不起这个老爸 难怪我妹妹经常尿裤子原来是有遗传 小葵礼貌性地问候她一句 尴尬的广智多少有些尴尬 接着主持人宣布有两位母亲带来的自创节目 搞笑的卢笋姑娘 瞬间把现场的气氛直接拉满 一旁的侠制和玉菜感到有些丢脸 随后还有两位父亲的相声表演 可两人说着说着却吵了起来 真是让人始料未及 大人表演的节目结束后 接下来就轮到小孩子的演出时间 小新和堂妹堂哥一起上台 堂哥表演起了魔术 从帽子里变出一束鲜花 由堂妹拿过去送给妈妈 最后终于轮到小新的表演 她表演的也是魔术 先让侠制和玉菜在两只手帕上面签下大名 然后再放进帽子里面 台下的广智已经猜出 接下来两只手帕就会打结 可结果居然变成两条内裤打结在一起 而且还是广智和美娅了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果然在关键时刻 这小子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过 此时的玉菜觉得自己好幸福 堂妹喊话让他俩亲一个 有点害羞的堂哥转身离开时 却和小新亲在一起 这可把小新给高兴坏了 一直想做的事情终于在这天如愿以偿 到了最后进入新郎向各位来宾的致辞 侠制前几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可不料现在一紧张突然就忘辞了 吞吞吐吐蹦不出一个字来 差点把CPU都给干冒烟了 这时小新为她加油打气 一旁的妻子也给予重大的鼓励 见此侠制重拾信心 一直以来的恐慌瞬间消失 随即就展开一段慷慨激昂的致辞 为这次的婚礼画上圆满的句号 可没想到侠制最后还准备了一个特别节目 居然和玉菜两人趁此机会卖起了蔬菜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几天过后广志收到了侠制的回忆 好奇打开一看居然是一箱蔬菜 小新顿时有些小失望 真是把抠门贯彻到底